原住民族委员会排湾族的族群委员曾华德夫妇 在昨天的上午6点开自小客车 经过屏东县185县道 也就是当地居民所称的死亡公路 那么两人沿山公路北上万龙断的时候 遭到对象的沙石车拦腰撞上 那么夫妇两人受到重伤 目前已经是送往屏东县的东港镇安泰医院急救当中 而车祸的原因正由潮州分局鉴定当中 也根据当地的医院说法 曾华德委员脸颊骨折 而她的夫人比较严重 昏迷指数是3 那么在这里也呼吁观众朋友 开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